1998年出生的赵露丝,便是九五花里的领头羊,这些年几部热播剧让他嘎为水涨船高,成功撕下小网剧女主的标签,而后,田锡薇矢口否认,还和网友几连丝,此事才算告一段落。 不过,田锡薇虽作品不多,却不是小胡嘎,他所在的经纪公司实力雄厚,曾捧红过不少明星,正因如此出众的外表,让他得以顺利进入娱乐圈,而且慢慢开始挑大梁担任女主,在新剧姻缘大人请留步便是出演女一,搭档的是在陈情令中出演金子轩的曹玉晨,不过,田锡薇和陈情令的关系远不止于此,他还是肖战的粉丝,曾替肖战发声。 227事件时,田锡薇又在网上和黑粉叫嚣,虽未点名道姓,但字里行间不难猜出,他是为肖战发声,那就是演员行妃,行妃本就长着一张初恋女神的脸,停滞我们暖暖的小时光走红后,又陆续出演了《忘记你》,记得爱情我的小确幸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,如今是当之无愧的偶像剧女主。 他在后台化妆时,被网友发现手机壁纸正是魏无线和蓝忘记的合影,想来也应该是肖战的粉丝。 陈情令红极一时,堪称经典,肖战功不可没,这个深长玉力,手持横迪的潇洒少年,在某种意义上,就是魏无线本人。 他如此完美地诠释了魏无线,被观众喜欢是理所当然,田希薇,行妃虽然是演员,但他们也是观众,当他们是观众的时候,身为演员的肖战,就是他们要追的星。 田希薇曾替肖战发声,如今自己却身陷争议,有人说他正直直爽,有人却觉得他低情商,没素质,身为九五花,他的演艺之路才刚刚开启,你看好他的发展吗? 田希薇